大托盤上摆滿幾個 莊開摘解糖果點心的小碟子 在這穆斯林大肆慶祝的日子 敘利亞那名營的人 臉上卻沒有任何笑容 我們在三個月 我們在三個月 我們在三個月中 在三個月中 我們在三個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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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看過 我們在三個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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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在伊德利布省北邊的 哈札諾難民營里 有幾座用地毯和樹枝 搭建起來的帳篷 是這位民眾阿布·穆罕默德 和其他50人 現在僅有的住所 也是反抗軍謹慎的領土 去年俄羅斯支持的 敘利亞政府軍 和土耳其撐腰的反抗軍 原本已經達成停火協議 計畫在伊德利布省 設立非軍事區 但雙方還是大小衝突不斷 上個月再度點燃戰火 導致六百人無辜喪命 二十七萬人流落天涯 難以再和家人團聚 敘利亞的志工組織想讓哈札諾的難民 也能好好過個開齋節 帶來食物為他們開個小派對 孩子們和志工一起唱歌跳舞 臉上的笑容也慢慢變多了 我們今天要跟他們 下一個小派對 我們希望他們 可以參加祝福 我們不可以參加祝福 而我們不可以參加祝福 或是在祝福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 做得很舒服 哈札諾的難民雖然來自不同家庭 但大家一起面臨困境 在戰火中度過的節日裡 每個人互相建立新的聯繫 也誠摯祈禱上天 在下個開齋節到來時 就能和家人團聚 大愛新聞 鄭宇軒編譯 臨 臨